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后我们还可以回过来讨论的一些重要的世界或者是您在思考 其实刚才两个问题我基本上已经总结了 那么只能说现在做一个判断 不叫结论 做一个判断 结论都太早 那判断是可以做的 我们可以判断是可以 可以错 可以对实施的修正 那么第一个判断是这种制度竞争 就像我刚才一直暗示的美苏 苏联跟美国的制度竞争它的结局 已经在暗示的中国一直在试图进行的制度竞争 其实已经失败了 就是以新冠疫情本身它的结束 它的混乱 它的人民的痛苦 作为标志已经在预演一个制度竞争的失败 预演一个新冷战的结局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那第二点 跟我们刚刚所谈地缘政治 托俄和托宗是有关的 那么托俄在过去一年 欧洲的托俄其实也基本上就完成 这是相当激进的 过去50年历史发生的改变 从冷战的高潮到冷战后的30年 这个历史的改变 我们 我们太不关注了 我们怎么强调 怎么重视这点都不过分 我觉得明年我写的书要反复的渲染这一点 其次是在欧洲托俄的成功的另外一面 我们知道托俄是在俄罗斯作为一个军事大国的失败 在基础上形成的托俄 那么 未来的托宗 以美国为首的 为核心的托宗 其实也是建立在中国的经济上的失败 那经济上失败 不可能像军事上失败 那么明显 每天死300人 500人 最后死个10万人 这样子可计量 这么明确 经济上的失败会以1929年大萧条 或者类似的这样一种倾行来重现 那这种重现是中国人历史上 记忆上从来没有过的 那么它在未来 它会围绕供应链 围绕着大萧条 围绕着类似的这些问题所展开 反而会被掩盖 被忽略 大萧条会掩盖美国的托宗的这种进程 当然我们 当然很多人也不会忽略 比如说台积电 芯片 供应链的调整 但其实这些进程都在逐渐的展开 那么这种进程 在未来会进行相当长时间 它比军事上的战场上的这种胜负 缓慢的多 长久的多 那这是2022年之后 围绕着疫情 围绕着 美国和东盟的关系 美国和非洲关系 围绕着中国在印台地区的日益的孤立化 甚至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的变化 逐渐的展开 那这种展开 就是后疫情时代的一个开始 后疫情政治的混乱 孤立 黑暗 我觉得要持续相当长时间 但是并不妨碍 中国自己会以一种民族主义的一种 论调 来宣称进行了一种民族主义的复兴 一种相当孤立的复兴 这个进程我觉得会同时 并行 在未来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那么这对所有的观众 对所有的 整个国际社会 对中国人民来讲 其实就是一个认识的问题 就是一个取舍的问题 但是 我们如果搞清楚 欧洲的托俄 那么其实也没必要怀疑 未来美国的托宗 美中关系本来就是冷战后 世界政治地缘政治 全球化当中最重要的一环 但是这一环 在1971年 极星哥访华之后 在913之后 已经开始发生了 50年之后 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中美关系的这种脱钩脱离 真的是未来的新冷战的一个最重要的 可衡量 可计算 可以评价的一个基础 这是和平 您一直反对新冷战 但是未来不得不 面对的 如果您不面对 您就要面对欧洲的托俄 如果不面对欧洲托俄 就要面对美中之间的这种脱钩的关系 这种脱钩关系不会很多时候 既在美中之间直接展开 也会在美国 在非洲 在东盟 在美澳各种关系当中都能够看到 这是世界未来的后疫情时代 长远的一个后疫情时代 一个全球政治的一个开始 也是我想跟所有观众朋友们想分享的 我今天这个感冒 不要感冒 就新冠疫情还没有完全康复 还有各种的 这个这个这个都感觉这种体力不支 都感觉体力不支 这个没办法再继续谈 但是已经努力的撑到现在 所以有很多人思考上的障碍 就好像我在高速上开车 这个这个 就像树栏一样总是超速 这个意识和这个油门出现了分离 我在我们的节目 我也觉得一直出现这种油门和意识的分离 所以有任何的这个不下当地方 现在这边道歉 好 我觉得您讲的已经相当的系统 这个理论的阐述也相当的完整 那么首先就是 走火日周明年的书能够写作的成功 第二呢就是说马上就知道圣诞节了 新年了 我们的半月谈 今年还有没节到明年了 但是这个时候正好呢 您可以好好顾顾节日 然后最重要的是要康复身体 至于观点这个事情 角度观察是整是会有一些差异 但在美国的角度来讲 你天天看到的都是脱中脱中 确实都有这类新闻 但是我基本上的观点就是 能脱就脱 不要开机 因为你是个主称国家 对吧 美国是要维持世界的这个霸指 你跟中国的关系里面 你能脱多少就脱多少 也不要开机 不要考虑中国人的感受 不要考虑中国人的利益 但是你是要考虑是自己的利益 自己的这个维持 你再用这种脱的方式 有多大程度上能够保护你的价值 保护你的利益 不是个短期的问题 也许是个长期的问题 在美国其实已经很少争论了 现在关键是怎么做的问题 怎么做的问题 我最近也在病中 当然不是鲁迅所说的那个 但我在病中 也在反复的在读马基雅维利的传记 在读他的一些东西 然后对他的有一个观点 我印象很深刻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他当时在思考 佛罗伦萨用共和的政治稳定 他当时有着判断 贵族和平民之间的这种关系 如果紧张甚至冲突 这到底是共和国的 可影响共和国稳定 还是说一般人会觉得是共和国的威胁 还是说反而是更有利于一种共和 马基雅维利的观点是跟他当时的小伙伴不一样 他认为这种紧张甚至冲突 其实是有利于共和的 有利于共和的稳定 就像美国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就像中国的新华社 在今天还发了一篇文章 认为美国是政治衰败 从于所谓政治无序社会思绪 在诋毁民主制度 恰恰我们在美国 我们是感受到的政治上的混乱 阶级之间的冲突 恰恰就是马基雅维利 当年对佛罗伦萨的共和制的信心 这种紧张和冲突恰恰是美国活力的根源 而不是说一个反过来和谐的 没有冲突的无冲突的一个社会 反而可能才是一种真正的民主 真正的稳定 那是中国一直在追求的东西 好 这是我在最后我的一点病中学习的一个想法 这是马基雅维利的想法 我觉得很 这个契合我心跟大家分享 好的 期待到新年 再来请教吴强博士 我代表我们的民进编辑部的所有的观众 所有的编导人员 向大家 这个不是向大家 代表大家 向这个吴强博士问号 感谢吴强博士 过去一年给我们奉献的 他独特的思想的见解 不管你同不同意 我觉得吴强博士是符合一个 尼锁的认真的 而且用他的专业的标准 来思考问题 所以欢迎大家 明年继续看吴强博士的半月谈 谢谢 好谢谢大家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 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 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 www.minjinnews.com Twitter at Minjin News 脸书 Facebook.com